观点焦点要带您关注的是 台经院最新调查5月制造业和 营建业气候差跃点下滑了 不过服务业倒是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但是因为缺工会让物价持续的上涨 所以通膨虽然是趋缓 但估计这个物价回不去了 七手八脚忙着出餐 小吃餐一大早就可以发现出现人潮 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缺工问题 现在夏天天气热啊 对啊 都请不到 都请不到人 老板一直都要帮忙 只是帮忙的时间更长了 外食族人潮终于重现 但是小吃摊除了要解决员工问题 还有原物料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尽管涨幅趋缓 但是物价恐怕回不去了 现在呢 最近一直来涨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全部都回来消费了 然后我又找不到工人 这个时候当然把那个价格涨 但是你想想看 你把物价再推到下半年 推到明年 你有天天在涨价的吗 没有啦 所以你接下来涨幅会趋缓 那但是你涨的会不会回去 不会 端午节廉价大塞车 国内景点也出现大量人潮 观光服务业99.14点 比起上个月增加0.57点 出现复苏 吃喝玩乐内需扩大 刺激带动服务业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制造业气候检测点89.30 较上个月减少2.02点 因为科技业的库存去化 目前已经告一个段落 客户的米缸已经没有米了 接下来客户还要请客 还要吃饭还要开学 所以接下来开始买米的数量 会比上半年要好的很多 至于科技业库存开始去化 订单集单慢慢浮现 所以电子科技业展望下半年景气 相对乐观 东森财经新闻 陈一轩留言在台湾道 台湾英雄 全民加油 体育盛世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